谢谢您的支持,我们将更努力为您朗读好书 我的工作就是把这本书读给我的听众听,仅此而已 记住,你可以打开字幕和我一起读这本书 我们读书频道获得独家授权,全书播放 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是 吃遍亚洲,美食家的冒险 第一章,面条,无处不在的面条 探索亚洲的标志性面条菜肴 作者,任丹森,Jan Denson 第一章,面条,无处不在的面条 探索亚洲的标志性面条菜肴 几个世纪以来,面条一直是亚洲美食的主食 其丰富的历史和文化意义 使其成为该地区烹饪传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从中国到日本,从韩国到东南亚 面条可以在各种菜肴中找到 展示了它的多功能性和适应性 在本章中,我们将探讨面条在亚洲的历史和意义 并仔细研究该地区发现的一些不同类型的面条 亚洲面条简史 面条在亚洲的起源笼罩在神秘之中 关于它们的创造有许多不同的理论和传说 一些人认为它们是四千多年前在中国首次发明的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它们是由阿拉伯商人甚至马可波罗引入该地区的 不管它们的起源如何 面条很快成为整个亚洲的流行食品 如今它们被用于各种各样的菜肴中 文化意义 在许多亚洲文化中 面条被视为长寿和好运的象征 例如在中国 长面条经常在生日或婚礼等特殊场合食用 以带来好运和繁荣 在日本 传统上除夕吃草麦面 象征住旧年的过去和新的开始 面条在整个亚洲的许多宗教仪式和节日中 也扮演住重要的角色 进一步强调了它们的文化意义 不同类型的面条 亚洲有无数种面条 每一种都有自己独特的风味 质地和制备方法 一些最受欢迎的面条类型包括 第一点 中国面条 如鸡蛋面 泥粉和小麦粉 第二点 日本面条 包括乔麦面 乌冬面和拉面 第三点 韩国面条 例如杂菜和冷面 第四点 东南亚面条 包括泰式炒河粉 乐沙和河粉 面条是亚洲美食的标志性组成部分 具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意义 使其成为整个地区深受喜爱的 食物 无论你喜欢浓汤中有嚼劲的粗面条 还是喜欢清淡细腻的蔬菜和肉类炒面 亚洲总有一款面条可以满足您的食欲 在接下来的部分中 我们将探索亚洲不同的区一些最具标志性的面条菜肴 深入了解他们的历史 制作方法和文化意义 中国是一个浮原辽阔 多元化的国家 有助丰富的烹饪历史 影响了我们在世界各地的饮食和烹饪方式 中国最具标志性的食物之一是面条 它是中国人饮食的主食 可用于各种菜肴 在本节中 我们将参观中国最著名的面食 包括丹丹面 兰州牛肉面 炸酱面和巴安巴安面 丹丹面 丹丹面 也被称为丹丹面 是一种希腊的四川风味面条 在中国及其他地区广受欢迎 这道菜由小麦系面条和由辣椒油 花椒 猪肉碎和其他调味料制成的辣酱组成 面条通常装在碗里 上面放住酱汁 鼓励时刻将酱汁混合到面条中 使面条充分裹上辛辣的味道 丹丹面最独特的方面之一是 它们的服务方式 传统上 面条由街头小贩出售 它们将配料装在用竹竿挂在肩上的两个篮子里 它们用长竹签把面条和酱汁混合在一起 然后端给顾客 让这道菜具有独特而地道的风味 兰州牛肉面 兰州牛肉面是一道由手工面条和嫩牛肉制成的美味汤品 这道菜起源于西北部甘肃省的兰州市 从此成为全中国深受喜爱的食物 这种汤通常是将牛骨和香料炖几个小时制成的 汤汁浓郁可口 然后在汤中加入由小麦粉制成的稀儿耐嚼的面条 以及嫩牛肉片和切碎的葱 这道菜通常配上腌制蔬菜或辣椒油以增加风味 随之凹面 炸酱面是中国北方流行的面食 由粗小麦面条和美味的豆酱组成 酱汁是将猪肉末或牛肉末与豆拌酱 大蒜和其他调味料一起炒至浓稠和芳香 面条通常会煮到有嚼劲 然后在上面浇上酱汁 还有切丝黄瓜和豆芽 时刻还可以在菜肴中加入额外的调味料或辣椒油 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定制风味 Buy on Buy on Noodles Buy on Buy on Noodles 也被称为Upo面 是中国陕西省流行的面条 这道菜由手拉的粗面条组成 比大多数其他类型的面条更宽 而且有嚼劲 面条通常配有由辣椒油 大蒜和醋制成的辣酱 以及其他配料 如肉片、大葱和香菜 这道菜通常点制住酥脆的炸大蒜和干红辣椒片 给人一种复杂而令人满意的味道 日本是一个以其独特而美味的美食而文明的国家 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喜爱 在日本料理的众多菜肴中 面条在许多人的心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从丰盛的拉面到精致的荞麦面 日本面条有多重形式 可用于各种菜肴 在本节中 我们将探索一些最具标志性的日本面食 包括拉面、乌冬面、荞麦面和炒面 拉面 拉面可能是最著名和最受欢迎的日本面食之一 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喜爱 这道丰盛的汤以小麦面条和美味的肉汤为特色 配以各种配料 如猪肉片、煮鸡蛋和大葱 肉汤可以由多重成分制成 包括猪骨、鸡肉或海鲜 范围从清澈清淡到浓稠奶油状 近年来 拉面已成为一种流行的饮食趋势 世界各地开设了许多特色拉面店 日本的传统拉面店虽然小而简单 只有几个座位 但常常挤满了渴望品尝这道标志性菜肴的人 乌冬面 乌冬面是一种粗而有嚼劲的小麦面条 通常用于汤或炒菜中 通常将面条煮至变软 然后放入带有蔬菜、肉类或海鲜等配料的美味肉汤中食用 在某些情况下 乌冬面也可以与蔬菜和肉类一起炒或蘸酱冷食 乌冬面的一种流行变体是Kissrudan 它的特点是在面条上放上甜咸的肉汤和炸豆腐 另一种变体是天妇罗乌冬面 面条放在热汤中 上面放住酥脆的天妇罗面糊 房间 乔麦面是一种细细的乔麦面条 可以热住吃 也可以蘸住蘸酱冷住吃 面条具有细腻的坚果味 通常配上洋葱片、海藻和萝卜丝等配料 想用乔麦面的最受欢迎方式之一 是瑟尔乔麦面 冷食食佐以酱油 味缆和高汤制成的蘸酱 面条通常放在竹盘上 配上蘸酱 炒面 Yoksoba是一种流行的炒面菜 其特色是将小麦面条与蔬菜、肉类或海鲜一起炒 通常将面条煮至略脆 然后用酱油、伍斯特沙斯和其他调味料制成的甜味和咸味酱汁调味 日本的户外节日和活动中经常供应炒面 在大平底锅上烹制 热腾腾地供应给饥饿的人群 近年来 炒面已成为世界各地流行的街头小吃 许多摊贩都对这道经典菜肴做出了自己独特的演绎 韩国料理以其大胆的口味和独特的食材 而闻名 面条也不例外 从红薯面条到冷桥麦面条 韩国面条菜肴风味十足 让人一亏这个国家丰富的烹饪传统 在这篇博文中 我们将探索一些最具标志性的韩国面条菜肴 包括杂菜、冷面、Rabaki和Mono and Mayan 杂菜 Jachi是一种受欢迎的韩国面条 由红薯面条与蔬菜和肉一起炒制而成 这道菜的特色是色彩缤纷的蔬菜 如胡萝卜、菠菜和蘑菇 以及切成薄片的牛肉或猪肉 将面条煮至变软 然后与蔬菜和肉混合 再加上甜咸酱油调味 Jachi通常在韩国餐厅座位配菜 但也可以座位主菜享用 以获得令人满意和美味的一餐 冷面 冷面是一种冷面 由荞麦面条制成 搭配浓郁的肉汤、牛肉片和蔬菜 在炎热的夏季 这道菜经常作为提神和凉爽的食物享用 冷面通常配上辣芥末酱或醋酱 可以将其混入肉汤中以增加风味 冷面有两种类型 Mono and Mayan和Bibam and Mayan Mono and Mayan的特色是清汤冷面 而Bibam and Mayan 则配有由韩国辣椒酱高Q盏制成的辣酱 拉伯鸡 Rabaki是一种流行的韩国街头食品 结合了辣年糕和面条与蔬菜和海鲜一起炒 这道菜通常由耐嚼的年糕和拉面 鱼糕以及胡萝卜和洋葱等蔬菜一起炒制而成 然后用辛辣的辣椒酱调味这道菜 使其具有大胆而可口的风味 Rabaki是韩国流行的休闲食品 经常被人们在旅途中享用或座位夜宵 木冷面 Mono and Mayan是一种冷面 由乔麦面和清爽的肉汤制成 里面有牛肉片和梨 肉汤通常由牛肉汤 酥和糖制成 味道浓郁而略带甜味 这道菜通常与切片黄瓜 亚洲梨和一个煮鸡蛋一起上桌 Mono and Mayan是韩国另一种受欢迎的夏季菜肴 非常适合在炎热的天气里消暑 它通常作为清爽的便餐享用 冷面和肉汤提供凉爽的感觉 东南亚是多种文化和美食的发源地 美种文化和美食都有其独特的风味和食材 东南亚最具标志性的食物之一是面条 在该地区的各种菜肴中都很受欢迎 从辣味的乐沙到美味的炒画条 东南亚面条提供了丰富而美味的体验 在这篇博文中 我们将探索一些最受欢迎的东南亚面食 包括泰式炒盒粉、乐沙、盒粉和炒画条 泰式炒盒粉 泰式炒盒粉是一种很受欢迎的泰式面条 由炒米粉、花生、蔬菜和鸡蛋组成 这道菜通常由虾、鸡肉或豆腐 以及豆芽和大葱等各种蔬菜制成 面条是用螺旺子酱、鱼露和糖制成的甜咸酱汁炒制的 赋予这道菜独特的风味 泰式炒盒粉通常配上酸橙角 可以将其挤在盘子上以增加风味 它是泰国美食的主食 可以在全国各地的餐馆和街头小吃摊找到 乐沙 乐沙是一种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很受欢迎的辣汤面 这道汤的特色是在油淹奶、辣椒酱和柠檬草和生姜等各种香料制成的辣汤中加入米粉 汤通常与各种配料一起食用 包括海鲜、鸡肉或豆腐、以及豆芽、香菜和酸橙角 乐沙是一道美味可口的菜肴 可作为午餐或晚餐的主菜 它通常在小贩中心或美食广场供应 时刻可以在那里享受辛辣的味道和浓郁的肉汤 河粉 河是一种芳香的越南汤 以米粉味特色 汤汁由牛骨和肉桂、八角等香料制成 这种汤通常搭配薄薄的牛肉片或鸡肉片 以及各种香草和蔬菜 如罗勒、豆芽和酸橙角 包在越南是一道受欢迎的菜肴 经常在早餐或午餐时享用 这道菜令人心旷神疑 非常适合在凉爽的日子里热身 炒画条 炒画条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流行的面条 特色是用海鲜、肉和豆芽炒米粉 这道菜通常由虾、鱿鱼或鸟蛤 以及几片中式香肠或鸡肉制成 面条用酱油和黑酱油制成的甜咸、酱汁炒制 赋予这道菜独特的风味 炒画条通常在小贩中心或街头小吃摊供应 时刻们可以在那里观看面条 在锅中高温烹制的过程 这是一道馅料丰富且令人满意的菜肴 非常适合快速而美味的一餐 亚洲美食中面条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之一 就是它们的多样性 面条种类繁多 由不同的原料制成 制作方法也各不相同 亚洲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面食 每一种都有自己独特的风味和烹饪方法 亚洲面条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 是它们的多功能性 面条可以用鱼汤、炒菜、沙拉和其他类型的菜肴中 它们可以热食或冷食 辣味或淡味 还可以搭配各种肉类、蔬菜和酱汁 面条可用于制作简单、舒适的饭菜或复杂的美食 对于那些想尝试亚洲面食的人来说 这里有很多选择 例如 如果您喜欢希腊的菜肴 您可能想尝试东南亚的乐沙或中国的丹丹面 如果您喜欢清淡的食物 您可能想尝尝越南的河粉或日本的乌冬面 对于那些有饮食限制的人 有很多面食可以做成素食或素食 比如 泰式炒和粉配豆腐或荞麦面配蘑菇和蔬菜 归根结底 探索亚洲面条多样性和多功能性的最佳方式是 乐于尝试新事物 无论您喜欢大胆和希腊的口味 还是喜欢更清淡的口味 总有一款亚洲面条可供您享用 所以继续尝试新的东西 你可能会发现一道新的最喜欢的菜 以上是吃遍亚洲美食家的冒险 第一章 面条 无处不在的面条 探索亚洲的标志性面条菜肴 请期待 我们为您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